整個干貨超頓頓市区的停車問題 公司在去年就來幾位台前駕做幾種合式的停車場 已經完工和單台申請這條通過 現在就有網路公告就走 總共是有這間店民到145位每個月可以出租的停車位 公司以後一年可以為頂庫來增加500萬以上的收入 幾月到大約半年的時間 超頓頓台申駕度目標停車場已經完工 這邊幾月到七間的店民還有180個停車場 店民身上的第一家為15,000塊7,000萬塊不定 才遵守到競標的方式 超過第一家以外 因為我們採競標的方式 看什麼人比較高 我們就高的人得標 所以七間尤其是我們環境好以外 因為我們還有停車場 而且我們這個建築物的我們還退縮三公尺 所以說未來要營業 可以說更早前有這麼大的空間 総電動作表示 中心真是幾位台申駕停車場 這間市中心 附近有這麼多騎駕駛至上級平衛 所以有這麼多人來順問到店民和停車位的事情 有的表示公平 一公開代表風險 開放給民眾來行走 另外停車位的部分 其中145位中作為偉作的停車家 依照到目前電台停車場的訴求 五六百萬以上 五六百萬以上 可能因為我們一些的競爭 可能會收到更多也不一定 以及因為我們商業活動 如果活絡的話 那因為停車勢量可能會 就是說臨停的可能會增加 総電動作也表示 台申駕的店民和停車場 目前神經蕭鴻約有數量這隻 儘雙盡快可以進駐 至到表時間到七月一號為止 有意外民眾還要百倍時間 低價女明星 彩虹博多